今天ET个股推介是中芯国际981 经济日报投资业说 早选择原因是半导体行业周期有望盈利拐点 预期下半年行业需求改善 行业利好因素包括国际企业业绩和指引乐观 AI因素新驱动 资金流入和政策因素 其中AI浪潮时代机遇 半导体产业有望天气总量增加和国产化提升 股份留意中芯国际 英伟达NVIDIA的业绩好过预期 增加了市场对半导体行业下半年复苏的预期 中芯首季业绩好过预期 第二季收入预料足底回升指引正面 可以作短线投资部署 中芯第一季收入减少2.1 大略好过公司指引 盈利减少4.8% 务利率就降至20.8% 因为晶元负运量减少和产能利用率下降 公司第二季产能利用率和出货量高过第一季 指引收入按贵增长5%至7% 收入足底回升 指望2023年全年销售收入降幅低双位数 务利率2成左右 中芯股价昨天就逆市升2.8% 收入20元 考虑到股价波幅比较大 策略上适宜偏短线和少住 上网月初高为大约23元 近期低位19元不宜失守 中芯为达地 maxim崇尚 中芯为达地 平均 4.0% 早